大家好我是柯B團教室 今天不是孤車 帶大家去驗車 驗車就很簡單 其實驗車是去丟著就幫你驗好了 可是現在因為疫情的關係 房車自己的空間 萬一你去驗車 假設我染病了 別人來驗車坐上你的車 他得到也不好 或者是別人上你的車也不好 所以我要教大家如何自己驗車 首先一定要有車子行照 你的車子行照還有強志賢 你看我們驗車底下看一下 5月20幾號嘛對不對 最慢6月21之前一定要驗 不然會有一個預期罰款900塊 驗車費是固定的 過期了就是要罰款 當然盡量是不要過期啦 強志賢沒帶也沒關係 如果你保險有超過一個月以上 單子打出來他就知道了 車子要先檢查一下才可以去 你為什麼要先檢查 假設你的燈光 大燈不亮 或者小燈不亮 或者是煞車燈什麼燈不亮 去到那邊 如果您今天去各大的監禮站 他是不會幫你換燈泡 他會說你的燈泡不合格 請你自己去維修 維修好再來復驗 復驗有個好處就是 他有7天的時間 如果7天你站沒有回去驗 你要重新再繳一次的繳費的錢 可是代驗長會比較簡單 他會幫你代驗 監禮站要自己開 比如說你要煞車 手煞車啊 那些都是要自己來 等一下我們就教大家 如何要自己開車 就是驗車啊 前面的輪子要進去那個煞車 後面也有試手煞車跟煞車的力道 然後排氣那些我等一下帶大家去看一下 好啊 我們先在車子準備好了 我們先檢查一下車子有沒有 燈有沒有沒有 不亮 好現在開始要檢查車輛嘛 不然你沒有檢查好去到那邊不亮 第一你用不過 第二他要幫你換時間會delay比較久 如果是一個人就比較麻煩 你煞車真的看不到 一定要兩個人以上 可能就請小孩子啊 是老婆啊是朋友幫你看一下 同事都可以 如果都沒有了 踩煞車牆壁亮了就知道了 哦哦 對 真的沒有朋友嗎 首先就是看一下 來小燈 左右小燈有沒有亮 好小哦 這個啊這個呢 啊為什麼我沒亮 這個沒亮了 哦 撈火了 還好 你看 現在都沒亮了 為了節目效果的啦 沒亮就是要換上去 不然就不行了 再來就大燈 現在有個好處 不用驗霧燈了 好來放下燈 左邊 有 來右邊 有 好這樣就可以了 好 翻後面 來 有一個這個也很重要 這個沒亮也不行 拍照燈 其實你如果沒亮會被檢舉 你知道嗎 亮一顆咧 對會被檢舉 因為現在檢舉答案很多 所以要自己小心一下 好 來小燈 現在小燈都亮了嘛 我試一下煞車 煞車 有 左邊放下燈 右邊 有 好倒車勒 倒車有 好啊 後面比較簡單 第一小燈 第二煞車 這樣就過了 好小燈缺一顆 我們趕快去換一下 我剛剛沒講到 如果假設你去坊間的代驗長 他會幫你換 可是會均收一些工本費 燈泡一顆假設有20塊 好30塊或50塊 大燈的燈泡會比較貴 看型號 現在型號超多的 還蠻簡單的感覺 對啊 就小燈哦 你看 它這個跟福克斯一樣 它連螺絲都沒有 它一直插銷就好了 裝上去 先試一下會不會亮 好 有了有了 有個重點 如果假設你不會換 接著燈泡位置長得真的很奇怪 它可能一輩子都被燒掉 那感覺 就是手滲不進去了 那可能就要請 比如說你 資料配合的方廠 就趕快給他們弄一下 好吧 我們就可以出發囉 好 帶他去驗車 對 驗車還有一個東西要帶 什麼東西 要帶錢 驗車不是不用錢 驗車 五年內的車 除非你是什麼 租賃的 正常的車 五年過後才要驗車 五年過後 到第11年的時候 才要驗兩次 所以一年一驗一驗 驗到第10年 以後就是第11年 才需要一年兩驗 第一次450 第二次300 以前都是固定450 後來有改的 就是第一次450 第二次300 不是說你第二次去 怎麼收錯 其實是固定的價格 我們兩個人的車 應該現在都驗車 一年要兩次了 我早就驗兩次了 如果你的車不是說 改得很誇張 一般房間都比較好驗 對啊 對啦 不要改什麼LED 因為現在 其實現在LED 對 我現在再說一次 如果你原廠 像這個我看一下 你看 就原廠HID 如果行照有打了 就不管了 你怎樣都是無敵了 原廠燒掉 你就把它換成改裝的 一樣都可以過 可是你換成乳素的 今天去驗完 可能就沒了 可是你以後 我要換成HID 是不行了 你當時 你如果假設為了省錢 把它換成乳素的 就換不回來了 上面是什麼就換成 對 最好是這樣 假設你現在是HID 你想說把溫度降低一點 你換LED也不行 驗車也是過不了 那不是說可以去驗光行嗎 可以 可是光行很麻煩 光行是這樣 各大肩領站都可以驗 第二個就是要有那個配合的 房間的配合的 要有那個機器才可以驗 對 不然你是沒辦法 像一般的 通常 10間裡面 大概只剩下一兩間有而已 不是到處都有 哇 站起來就麻煩了 有些車不知 你看 本來車高 假設150好了 我們去降避震動器 像我們一樣去換避震動器 它會降低 可能150 本來150 可能降到變145 如果 比較嚴格的 是不會過的 要請改裝的那種東西 要開發票 就是變更 才可以驗得過 我記得是這樣的 啊對 剛剛每天講到 其實輪胎也要檢查 其實檢驗他們會看 如果真的是變光頭胎 是驗不過的 假設你的深度 假設它低於多少 它就直接賣打槍了 那還有什麼要注意 引擎套碼 引擎套碼 其實說實在的 一般的客人 它也不曉得在哪裡 所以進口車的好處就是 沒有引擎套碼 可以換引擎 對啦 不能說的秘密 可是很多人都會去網路上問說 這附近有沒有哪一間 比較好驗的驗車場 真的有差嗎 有差 可是一般來講 越偏香的越好驗 我跟妳講 我問過那個代驗場的 他說有時候會 監禮站人員會去督導 它一直就是說 合格率太高也不行 就是一台車 驗一次就過了 怎麼可能那麼高 這樣也不行 我覺得感覺是老命 就是有點老命 對啊 那換射 換射可以在 雲間驗車場 你說車子可以 之前是不行的 可是現在有個好處就是 代驗場現在 直接可以 行照可以批給妳了 直接換射 一次就好了 變成它的前線還蠻大的 好啦 現在就 準備啦 對啊 這是我們最近的 我先去掛號 看醫生一樣 可是這樣掛號 不就變成要下車了 他沒辦法跑過來 最少我們的這個空間 不會有第三個人跑進來 萬一我們中了 他進來這個空間 他一定溫馨 他就說他進來 灌起來 這麼溫馨 對啊 平常應該只有你一個人 這次你的車 你就是一間開而已 幫我當你行人就好 我今天是一個人出來 對對對 你等一下我去掛號 不安全了 好開了 好前開一點點 好 他第一次要檢查我們的輪胎 輪胎就是深度 你看他在看 因為我們的車子號碼在這邊 他在看車子號碼 他會對一下嘛 對 如果是引擎號碼 他就引擎開 引擎打開 像這個打開裡面是空的 沒關係可以這樣 哈哈哈哈 裡面藏一個人 藏一個人 沒有啦排氣就過不了了 他抽煙子 對他一直抽 哈哈哈哈 第一齁你看 其實燈都開了 好大燈也要開 好你看他今天是看燈 不只是這樣 你看那邊有鏡子也可以看 再來就是牆壁上有很多數據 有沒有看到 在驗車的時候他都會跳 檢查是人 人檢查機器會拍照 萬一不過他會跟我們講 他現在有考數 里程數他不會用計的 他用拍照的 再往前 測那個偏滑 好 慢慢往前來 哦那邊 有沒有 測滴棒 哦 有啊 你看到 鏡子 測滴棒就是測我們現在多人 哦 那邊又要顯示 那往前來後測後人 好剛剛我們偏滑已經過了 哦 看來要到這個 後面 哇 方塊多重啊 前面那個側煞車 先射前輪 哦在側後輪 好 還要側車重 要啊 好停 把空檔 把空檔 有沒有 他就掉下去了 兩個綠色就可以放掉了 看中間而已 兩個綠色放掉 放掉不要踩 有沒有 不要踩 那等一下側後輪的時候 一樣了這樣 一樣了 你側手刷車的時候 你腳就不能踩 好 我知道我知道 你要看這邊 空檔呢 空檔 踩煞車 踩煞車 綠色放掉 綠色放掉 腳離開哦 好 腳離開 腳離開哦 下手刷車 手刷車 有沒有 也過了綠色的 因為我們被他拉起來了 呵呵呵 這樣很簡單啊 等一下就燕機要排氣 敲不 打燈打開 打燈打開 好 打一下倒車燈 倒車燈也要試了 好 打P檔 P檔 然後啟示燈打開 放車可以放掉 有了 有了 它車廢氣了 廢氣應該可以過了 廢話我就過不了 哈哈哈哈 其實如果你正常車 沒什麼改裝什麼的 除非你含氧什麼鬼壞掉 不然這樣煙氣都會過 比較老 反而是越老的車 那種 那個就比較不會過 那它看的標準 就是你剛騎車子出場的標準 對啊 你看 也是寫了合格啦 這樣就好了 因為都合格 合格它就會蓋章 它就OK了 好 謝謝 我有駕照了 啊不是 哈哈 哈 這個應該比那個 考試還簡單吧 一直行倒車入庫還簡單吧 對啊 所以就是半年一夜 對 下次就是11月的時候 有沒有 對啊 好 Ultra Dash Z3 地標最強的Dual Lens 請爸爸 收款打開來 零秒開啟盒 您的支持者提供 蛤 是不是 給你們的一個小禮物 蛤 哇塞 好小禮物 為什麼 我狼顏倒啊 這樣就越暖了 其實每一家 我記得有一點不一樣 有些驗的程序不一樣 可是全部的過程都要有 就是一定要有 第一偏移 就是那個定位 啊第二車重 啊再來 剛剛就有車那個煞車嘛 前煞車後煞車都要車 基本上都是這樣 配器是最後面的啦 燈光它也是要驗的 它全部都要看的 有的國產車它一定會開引擎蓋 這樣講好了 如果你的行照有車身號碼跟引擎號碼 兩個一定都要驗 它一定要看 對引擎叫一顆變速箱 一般它的號碼都在引擎跟變速箱接縫處的 大概這個周圍 一定在這個 不是前就是後這樣而已 因為以前我去驗嘛 啊我又看人家的車 它有時候會在裡面一直照一直照 啊那是在找的 有些真的不好找 我遇過喔 遇過我們之前我們代辦人員 他遇到那種 接你站的很尿摸 這麼老的車 為什麼一滴油都沒有 欸這樣也不行 啊這樣也會 現在他說你懷疑你換過 好這樣也不行 好還有一次他說油漏很嚴重 他說你刻意讓我看不到 但這樣也不行 就可能他心情不好 欸對 其實這樣講喔 如果是老監理站的人員 就是老車老油正常的 就是這樣也合理嘛 其實監理站現在有個好處就是說 萬一他有問題 他也不會跟你講 他會直接報警叫警察來看 就這樣 喔所以他是在找號碼 因為我一直以為他搞不好是在看什麼 有改裝什麼 有的沒有的 改裝他們也不懂啦 說實在的 不是啊就是說 欸你的車員啊 上面不會有這個東西 啊為什麼現在會有 欸他們記得有圖可以掉來看 假設這個車沒有渦輪 你突然有個渦輪 他就懷疑他就掉那個圖 就看到就 欸你就不行 對非法改裝就不行 喔 對啊 其實 眉感還蠻多的 坊間外面的彈印長 其實都通常都會比較好驗過啦 我之前有遇到警察說 欸你們在幹嘛 抓酒駕 我現在抓不到酒駕不是很好嗎 對不對 沒有酒駕 比方是說 我們這一區都沒有人喝酒 你知道他跟我說什麼嗎 長官不會信這一套 新聞都在這爆有酒駕 有車禍 表示我們督導不走就是要抓啊 欸有沒有 這樣講也沒錯吧 是是是 對啊 驗車廠 因為我看嘛 他還是有配合早上幾台下午 對 他們有 有像比如說他最高是100台 好100台 就是假設一個早上100台結束了 他就休息了 他沒辦法再進 啊他們現在有一個好處就是 他有一個夜間驗車 可是現在夜間 五點到六點而已 一個小時而已 對 善加班就對了啦 以前到七點這樣好像趕到六點就沒了 就這樣 就遠車 其實很簡單吧 像這個 欸 雖然房間他會告訴我們怎麼弄 如果 你是一個比較開車沒有很懂的人 你回去堅頂站 他是不會再告訴你怎麼弄的 所以一般來講 有些人去堅頂站是驗不過的 驗的一個角度停不準啊 煞車 沒有停到煞車的位置 他就驗不過 我曾經遇過一個媽媽她去堅頂站驗不過 她跑回TOYOTA去檢查 剛剛去驗車 煞車說不行 TOYOTA檢查結果 沒怎樣 他就很肚爛 房間再去驗車 也就過了 可是要再多繳一次450 他說我連累的繳450 我不要再回去 因為他不會開啊 他不會開就驗不過了 堅頂站就是你要自己開 我不曉得現在也沒有啦 只是之前都是要自己開 那如果你角度抓不渾 啊就是說怎樣 那就過不了了 其實驗車是蠻快的啦 就是如果剛剛後來的車也有比較多 如果沒車的話 其實一下子就好了 大家應該都是蠻習慣 時間快到了才跑去驗車 對啊像我都是這樣啊 剩一兩天不驗不鮮的那種 才會去驗車 尤其是日期都一樣 到最後一天才會去 5月30就是6月30以前 哈哈哈哈 不知道為什麼 還是只有我們這樣 我覺得就一樣了 好啊幫他打個廣告啊 他是氣質的HONDA 顧得驗車廠嘛 對啊對啊 住氣質的可以過來 今天驗車用完了 還有小禮物 為什麼今天交大的要去驗車 因為疫情的關係 疫情保護別人也保護自己 假設我今天 我確診好了 我還慶症還是說沒有感覺 萬一剛剛人家上來上車 穿來給別人也不好 也保護自己 如果萬一他確診了上來 我們也不好 因為這是房車嘛 就像房子一樣嘛 自己的市民的空間 別人不進來會越安全了 我們也不要跑出去 穿來給別人 剛好順勢就 剛好就派一個驗車 如果有什麼可以自己來的 我再拍一下給大家看 好 自己來的 自己來的 DIY 記得喜歡要去留言 分享 開啟小鈴鐺 對啊 我們才可以抽獎 記得 我再打開看一下 我剛剛沒有要打開的 小錢包啦 真的是小錢包 裡面搞不好錢 送茶葉的 沒有啦 這是要給抽獎的 所以沒有辦法打開 對對對 如果有錢 就送給你們了 記得要分我 好 好 YA Ultra DASH Z3 地標最強的Dual Lens 金爸爸 手寬打開來 零秒開機台 各位觀眾提供的 提供提供 其實輪胎啊 它不會看年份 它們只看這個深度 深度就很簡單 現在看過去就有深度 可是如果 我們常講的 工藝車也講過 這個 這個磨到平了 一律就要換掉了 它紀驗車應該就不會讓你過了 有沒有 這裡就是一條嘛 就是這樣一條 它不只這一條而已 這裡面也有 它整顆都有 對過來就是這個磨到平了 就是要換掉了 對我們來講 我們在使用當然是添憤 跟深度都很重要 我現在比較嚴格 像高速公路 萬一你被紅斑馬 攔下來 檢查入頓胎 負荷格是罰的蠻重的 好啦 今天就分享到這邊 好了 出去要看一下 好 謝謝喔 你看 什麼東西要看一下 想說出去有車啊 小心一點 對對對 所以我們是坦克也要小心一點 不要把別人撞爛了 我是坦克 改天我們來拍這個啊 拍什麼 你說前面這個 公球啊 公球 對啊 你的公球是桌上打棒球 你講的 公球 搬打 放球隊 對 放球隊我會啊 對喔 說沒力嗎 會 不是啦 真的是打棒球啦 對啊 那邊也在拍 對啊 那邊也在拍 欸 啊這 現在下面兩棵了 呵呵 有了 你有害嗎 有啊 下面兩棵了 有 是啊 哈哈 真的 對 這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